石禮謙議員 謝謝主席,主席,我想問一下局長和平基會講一講 由小到大,在學校教我,有一件事叫Ladies first 這是一個歧視的行為,是不是每次出門見到女人就不可以讓她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,有沒有歧視的行為呢? 局長 石議員的提問和王國健議員差不多 其實我意思就是說,有很多時候我們做平等機會的工作是基於反歧視和互相尊重,互相接納的精神 我相信石禮謙議員的名字也是,很有禮貌,謙謙君子的議員為女士開門,讓她先走 這些一定會有一個很正面的回報,我相信 這個也是符合我相信反歧視的原則 不過呢,不知是石禮謙議員有沒有好像我一些第一身或第三身的體會呢? 就是有時在某些外國的地方,很強調男女平等的時候 有時你幫女士開車門或開門呢,她都未必會多謝你的 各處鄉村各處例,跟回當地的社會文化來做 但總的原則呢,就是一些歧視性的,甚至帶有侮辱性的行為呢 任何社會都不應得接受,特別香港這個文明地方是不應得接受 但一些有禮貌的舉動,我相信是基於互相尊重 有禮貌的行為呢,我相信是值得來推崇 多謝主席 賺了